這是classwork lesson 3 classwork的答案 總共有三題,我們逐一看看 這三題的題目 第一題,這個equation 我們見到有4的xt 我們見到4都會想起2的次方 不過我們見到這裡暫時沒有2 所以我們可以保持4 有需要再轉為2 看到這個equation 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我們把4的x次抽出來 於是就變成4的x次 這裡剩下什麼呢? 就好像沒有了x 這就是4的負1次 這個故意寫成這樣 4的正1 直接寫4都可以 方便你理解 裡面我們做一個分數的加減運算 然後就會變成4的x次 乘以35 over 4 旁邊的35一開始都不明白為何是35 但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我們就會見到 所以我們會忍耐一下 看看會怎樣弄走35 然後就變成4的x減1次 要等於1 最後x減1就會等於0 於是x就等於1 是一條exponential equation的題目 然後就到第18題 這個就是4的次方 16的次方 8的次方 這次就沒有剛才這麼幸運 剛才就全部都是4的次方 所以我們不需要轉東西 這裡如果你就算把16轉成4的次方 也好 這個8你都不能轉成4的次方 所以我們就會全部轉成2的次方 於是就是2的次方 總之你看到這個 我們就可以全部用2的次方去表示出來 次方的次方就是次方雙乘 所以就會變成2x加6 隔離4次乘2x次就會變成8x次 然後3x減3次 最後就是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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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這些的時候 我通常習慣 調到x會是正的 最後就是正的 最後才寫最後答案 不過提起最後答案 x要在左邊 因為x等於多少 才是做答案的時候的標準樣式 這條鑽石題 不知道怎麼鑽石法 我們先看看 36和6的次方 我們就變成6的次方 於是就會變成6的2x加2次 這裡就變成6的2x次 於是我們就好像剛才這樣 我們看到三個東西都有6的2x次 我們就把6的2x次抽出來 於是就變成6的2次 減1 再減8 OK 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問題來了 看到27 27和8 約不走 那怎麼辦呢 就這樣的 這題 所謂鑽石的地方應該就是這裡 8和27 成在一起 那怎麼辦呢 其實不用成的 就這樣把它拆分成2的次方 3的次方 成在一起 於是剛剛好 2的3次 2的3次 3的3次 加起來就是6的3次 OK 出了個6出來 鑽石的地方應該是這裡 所以2x就會等於-3 也就是說 x會等於-3 over 2 這就是第22題的答案 大家做了你的classwork的時候 就可以看看 到底跟你那個答案 對不對 我有看的 不過我就不逐個去到寫你多少分 這樣 OK 那就講到這裡 好嗎 說到這裡 是的 非常非常好 I